好 今天一個場面好尷尬 這是民進黨內備受矚目的蔡蘇惠 在下午登場 原本是想要塑造兩個人的團結形象 結果沒有想到為了大選的時候 蘇貞昌該排在什麼樣的職位 讓兩個人速度交鋒 因為當場蘇貞昌就問了蔡英文五次 要怎麼樣來派她的工作 只是在媒體的鏡頭前蔡英文不好宣布 於是整場會面都帶著尷尬笑容 喝個茶都戰戰兢兢蔡英文這杯茶 越喝越不對勁 因為蔬菜會前外界評點名 蘇貞昌擔任立院龍頭 或是小英競選總幹事 主人蘇貞昌五次逼問 要蔡英文把話講明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就講不要客氣 是 請院長 贊任那個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被這麼直接的逼問 面對這麼多架攝影機 蔡英文只能用哈哈哈哈帶過 人美規劃只開放會前五分鐘拍攝 書班要求全程開放 一談就是二十五分鐘 孫昌盡頭前不突不快 孫昌的話語明顯衝著蔡英文而來 在別人的地盤上 小英只能微笑保持風度 到最後不忘酸蔡英文一下 讓小英整場臉上掛的都是尷尬的笑容 外界期待已久的蔡蘇惠 秀不到團結的意味 蔡蘇新潔要融兵 看來還得經過一番努力 東新聞 蔡英文莊勝利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廷道 廷道